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人可能没有特别关注 但是这对日本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我们知道他们才选出 他们的新任首相石破茂 但是他们最近众议院大选开票完成了 结果自民党是惨败的 我们赶紧带大家来看 他们多惨败 56席惨败 现在执政联盟没有过半 在这应届的456席当中 自民党获得191席 它的有党公民党是24席 自民党瑞减了56席 就掉了56席 公民党则是减了8席 所以有自民党加公民党的联盟 总共掉了是64席 最大的在野党利民党 则是成为最大赢家 从选前的98席 增加50席到了148席 倒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过半要222席 目前看起来再野家 武党籍是250席 确实250席 如果他们都有结盟的话 是可以推翻日本原本的自民党 但问题是 大家的每个心思也都不一样 所以左翼也可能很难执政 我们等一下请来宾 帮大家研究分析一下 石破帽在不久之后 也将召开了国会 在进行首相指名的选举时 这个首相石破帽 是否还会再被指名为首相 目前难以判断 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 执政天署最短的首相 那到底为什么自民党会这么惨呢 人家的评论是说 他们输在不知反省 因为日媒报导说 政治跟金钱就是最大主因 像这个日经亚洲就报导说 通膨压力跟腐败的丑闻 当时这个自民党的选情 受到严重的冲击 去年年底爆发的 议员小金库丑闻 也让自民党陷入了一个分裂 好 那到底为什么惨败呢 国际政治则是说 像是BBC 他说执政党大败的结果 是一场完美风暴 一方面是自民党 深陷政治现金丑闻 那数十名执政党的议员 困在政治募款活动当中 收取数百万美元 遭到调查 那另外一方面则是 日本民众受到通膨 高物价 低薪低迷 经济所苦 简单来说 就是日本现在 大家的生活非常不好 所以当然就反映在了这个选举上头 那石破茂的立场 其实也有一些状况 他有点摇摆不定 我们知道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因素 他过去确实是想要 这个延续像是安倍晋三 菅义伟或是岸田文雄的一些政权 但是他又不这么亲美抗中 他又想要跟中国有些合作 所以在这个立场上面 感觉是摇摆不定的 这也被认为说 这是让他失去了这个国内外对政权领导能力的疑虑 所以选票流失了 这日本真的在风雨中飘摇 所以外交通膨政治种种的因素 导致了自民党惨败 好那现在他的同盟也是日本是美国的同盟 那美国这边是不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下一个首相外交政策也不是那么确定 现在频频出招呢 我们看到他们这个美军的海军计划在未来几年之内从航空母舰上面飞行战斗协作航空系无人机 目前已经成功的运行首个在航空母舰布希号上面的无人空战中心 短期之内将专注在发射和操作新兴的这个MQ25黄鲦鱼的无人机上头 那这些系统目前都会先支援这个MQ25但是未来也将支持其他的无人系统 那说像是未来空中的一些舰队的协作战空机都会有 那另外还有复制人的雏形曝光 这是最新的无人水面舰艇 也是这个公司研发的第三款 而且是最大型的无人装置 那这是要打造低成本的无人船 另外还有就是说 现在可能担心解放军集成太平洋的军舰 所以美国是希望能够装备载舰版的爱国者飞弹 他们装舰的就是爱三增程型的飞弹 他们是为主的一个舰载版的爱国者拦截飞弹 不过现在这个爱国者三上了这个舰拦截高音速武器之后 大家认为说这有点在渲染中国飞弹的威胁 所以好像是不断的制造这样子的舰论 让整个全球发酵 那中国大陆当然也有一些反制 他们也有一些征用民用办显示船只 来充当岛屿作战直升机的中继平台 要进行几次的模拟岛屿突袭 甚至他们也传说 中国大陆在西沙中建岛来装反隐形战机的雷达 不过英国智库这边则说 这就是扩大他们在南海的一个侦察的能力 那中国大陆在侦察卫星上面也有突破 也就是不管美国的航母未来走到哪里 共军都能击中 就是要实现一级必中的能力 有这么厉害吗 亮哥 这个日本的选举真的让很多人都意料之外 这个自平党一党不过半当然可以理解 可是职政联盟也没过半 对 没 那233 不 那个215 距离233是18席 那目前传出 他可能去结合中间偏右的国民民主党 因为国民民主党有28席 那这样加起来就会过半 那当然这个也考验也填加验 就是立宪民主党的 这个他如何去弄出一个在野的多数 两边在跟时间赛跑 这个事实上也发生在1993年 1993年那时候自平党也第一次没过半 那结果大家跌破眼镜 就是七党一派 竟然被联合起来变成执政党 那自平党第一次下野 那可是很厉害 日本的保守政治真的蛮厉害的 后来自平党就开始分裂 那政党就开始重组 实际上连立宪民主党 大部分都是从自平党出去了 所以严格讲广义还是保守政治 那只是没有那么幼这样而已 就是立宪民主党一般大家就认为 就是民主党自平党里面 比较偏改革的这样一群人 那所以现在的结果还很难论断 当然最快的就是石破茂 跟国民民主党谈定 那他就215加上28就过半 那如果是立宪民主党 他来组多数联盟 那他一定要扣除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加入内阁 我估计大部分的人不能接受 所以你要扣除8席 扣除8席之后 你距离233就很近 所以就要所有的党派都加入 这个考验也添加艳的说服力 那当年日本新党1993 为什么可以完成 那事实上跟西川护西有很大的关系 那还有日本社会党 他们愿意结合 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 目前大家还是认为 这个石破茂把这个国民民主党 拉进来的几率要高一点 可是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确定 就看大家怎么谈 因为上次你记得吧 那个这种多数多党政治 上次荷兰也发生过一次 就荷兰那个极右翼成为多数党 结果他组隔组了两个月 组不出来 不好整合 也有一种结果就是两边都组 结果都组不出多数 那自民党加公民党就变成215 以相对多数继续执政 这也是一种 可是这一种就是 比较不稳定的政府 因为你可能会有各种法案 那表决就要又要重新结盟这样 所以讨备党结果还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总的原因 当然就是自民党 他的政治现金丑闻实在太多了 然后从2022之后就一直执政 2012 2012执政到现在12年 都是同一个执政联盟 所以腐败现象实在太多了 那石破茂这个人 也因为这样 他在党内做改革 那他就把很多安倍派的都踢出去 或者不提名 结果这次有 我印象中好像有四个还是五个 就是安倍派没有被提名的 他自己选还当选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 政治实力也满强 很强 结果就跟五党籍一样 国民党你把人家开除人家照当选 对不对一样 所以我坦白说 石破茂第一个他的 本来他就没有什么派系的色彩 所以人际关系本来就比较弱 然后自民党经济也没弄好 贫富悬殊 然后自己的政治现金丑闻一大堆 这个都是败选的原因 事实上投票率也没有非常差 最新统计的投票率是53.1% 好 赖教授怎么看日本的 石破茂要不要为这次败选负责 当然要 败选的原因两个 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 他不用负责 因为经济会搞这么糟 跟石破茂的关系并不大 因为这是从安倍晋三建议委 一直到岸田文雄所一路搞下来的 因为他们都追随美国仇中反中 所以跟大陆的经济越来越糟 然后日本的经济又一重莫载 所以他目前所呈现起来的 经济困境 选民并没有把他怪在 石破茂上面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惨败 除了这个原因之一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政治丑闻案 政治丑闻案他上来以后 他的改革没有获得 日本选民的信任跟满意 那为什么他要负责任 那就是因为他提前解散国会 所以他可以到明年才解散国会 就按照国会任期满了以后 可是他提前解散国会是因为 他希望交给选民对他 一个信任的投票 结果他失败了 失败的情形下 那他造成了今天自民党的困境 他是一个自民党的总裁 他当然要负起责任 所以他们的选策会的 这个主委已经辞职了 小全 小全隋囊的儿子 小全他是选对会的主委 他说那我就负责任了 我辞职 可是你失败帽你可以不辞职吗 我觉得如果他有羞耻性的话 理论上讲他应该要辞职 不会辞职 对 就是因为他拒绝辞职 他已经第一天说他不辞职 他要争取 那这样的话在日本来讲 会被质疑你有没有羞耻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日本人的文化好像会觉得 应该负责 他们会觉得你应该要负责任 好 那目前来讲对失败帽来说 他怎么挽救他的政治生命 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得联合执政的机会 如果他不能够破解 不能够挽救于自民党 可能继续执政的这个危机的话 那一旦成为在野党 他一定要辞掉自民党的总裁 我想林芳正已经在选前 已经挑战他了 还有就是高市长也在挑战他 麻生的派系跟孟孟敏冲 当然也随时准备把他推倒 可是其他人可能选出来票数都比他少 对 可是我觉得 以他的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他要静短的时间内 来寻找到一个政党 或是一个联合几个政党 来跟他共同执政 可是刚刚所提到的国民民主党 他的党魁在今天已经说话 说不打算跟这个自民党来联合执政 那现在的情况是看你 史破茂如何去说服他 就是把这个部长的位置 是不是释放出更多一点 协商 这个就是丢仇 所以野田佳燕也说他也要 他要执政 所以他现在的情况就变成是 你要让多少东西出来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这些小党其实站在最有力的态势 大党不见得是最有力的 你看绿党拿到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那个德国的立党 绿党外交部 基基都拿到 还有国防部 对 三大部都被他拿下来了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这个在日本小党 是处于最有力的一个态势 代价而辜 可是我个人认为 日本的政治混乱一阵子 这个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们就看他们再怎么去操作 美国目前的造舰 确实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在炒作这个无人舰 它在战略上是有限的 为什么 因为目前无人舰 它本身没有办法做远程的力量投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它的火力打击是弱的 我们一般来讲 你看像一个几千吨 例如说七千五百吨到一万两千吨 一个就是不管你是动五五 或者是动五二 他们这种七千到一万两千吨 都有几百个人在那边工作 它的垂直发射器就一百多具 无人舰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作战能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过度炒作 只能够做短程的突击战而已 好 严教授持续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今年就是对执政者都是不利 除了台湾之外 就是每一个选举我们看下来 包括法国 这个马克宏在国会里头也失去了多数 包括英国非常惨的 这个执政党保守党非常惨的输掉 印度莫迪也没有 也是不是很好 虽然他赢了 但是赢了不多 包括韩国的国会选举 也是反对党增加几次 执政党掉了几次 然后我们这样子一路看下来 就觉得说日本发生执政党 今天失去这个多数应该是不是意外 今天就是选民对执政党不满 然后特别是日本在五月份的时候 这个国会议员的补选里头 当时就我们看到利民党已经三席都拿下 那自民党那个时候写说不影响他的多数 现在这一次选完以后真的是影响了 虽然他是第一大党 但是有点像台湾一样 你是第一大党 但是你没有过半 然后即使你加了你的执政联盟 也没有过半 你再找独立的加起来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过半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如果大家都没办法过半 我觉得会不会到最后就变成是说 我再给你一点时间 让自民党是用少数执政 这个在我们讲说 在这个内阁制里头是有发生过 就是第一大党没有过半 但是大家都没办法组成这个过半联盟 那就由第一大党暂时少数执政 但这个是非常脆弱的 很可能随时就会被换掉 所以但是这个就是 我想石破茂现在大概希望就是朝这条路走 虽然我没过半 但我是第一大党 对不起 有点像我们赖总统觉得他是第一大党 少数总统 他其实是少数 他其实是双同少数 但他因为他赢了总统选举 他觉得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现在日本面临的 刚才我们也讲了 日本跟台湾很像是 30年工资都没有上涨 但是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 然后你也看到日本人 对这个贪腐的问题 就是说我工资没有上涨 然后还看到别人 执政党的这些这个议员们 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很强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看了那么多 今年这个选举下来 我也可以预测可能美国也会发生 到惩罚执政的 可是还好执政党不是有拜登出来 所以如果是拜登一定输了 拜登就已经提前over了 对已经提前over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在这个社交媒体 这么这么这个兴盛的时代 大家对政治人物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叫什么 保鲜期都很短 一下子就大家就觉得厌倦了 很快就会很难再有这种 我们想说可以长期执政 像梅克尔这种 大家都会觉得说可以接受的 我认为在未来这几年 在民主国家很难发生的 对确实就是说 这个大家用选票来投票 这也是一种克责 那现在大家对于克责的力道 也会越来越大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